好 歡迎你回到 新聞大白話的節目現場 萊豬 美豬還有萊克多巴胺的 美豬可能再過一個小時 一個月不到 不是一個小時 一個月不到就要來台灣了 我們其實民間 我知道很多家庭主婦嚴正以待 可是我們的政府 還在替美豬來背書嗎 你可以看到最近的梗圖出現 像這樣子重量級的科學家 包括了李遠哲 爺爺 還有郭振光 可能大家比較不認識 他是NASA的 我們台裔在美國 NASA的太空人的資深科學家 在美國的太空總署 服務的資深科學家 他們都說 這個萊劑有沒有毒這件事情 還有帶傷雀 你這個劑量 只要在一定的劑量之內是OK的 所以像是郭振光就說 要看豬肉的含量 要吃多少量來認定 NASA很注重太空人的食安 你看太空人吃了也都頭好壯壯 你們台灣人在緊張什麼 台灣人不用害怕 別害怕 所以這個習正義養 蘇貞昂班的這兩個科學家出來 就說你看 在米狗 太空人都敢吃 台灣豬肉也要賣出去 外國豬肉也要進來 我們要國際貿易不可以鎖國 不能自訂貿易障礙 就一直壓著你打說 我們要跟國際接軌 這是在愚弄我們還是事實 我老實講 這根本就是從頭到尾在胡扯 台灣要不要國際貿易 當然要國際貿易 不能鎖國 台灣當然不能鎖國 我們也不會隨便去訂貿易造案 除非它對我們有害 不然基改食品 我們為什麼要標示 我們不就標示了嗎 為什麼基改可以 萊克多安長得比較帥 所以不能標示 是這樣的意思嗎 莫名其妙嘛 而且我說真的 今天不是我們在訂貿易障礙 是你美國特別那麼喜歡用 萊克多安 別國人家167國家都不用 就你美國愛用 那是你自己把自己 訂了一個奇怪的東西 你自己美國要去解決這個問題 而不是我們來解決 這個從頭到尾都在胡扯 而且什麼叫貿易障礙 你知不知道 陳吉仲一天到處跟人家宣傳說 大家不要吃美國豬 看到美國豬 產地不要吃美國豬 不要吃就對了 這個是不是公然歧視 這是不是貿易障礙 那你下面的農委會 主委 都在進行貿易障礙 你還不把它撤換掉 你就這麼大一個障礙 在那個地方 那你還在講什麼呢 老實說 我覺得李遠哲 雖然我們很尊敬他 他是一個諾貝爾化學獎得主 台灣很少有的人才 可是你在這個事情 這是你的專業項目嗎 好像不是 不要因為萊克多巴胺是化學合成的 就是表示化學家的專長 李遠哲的化學專長不是選這個 你知道 然後有人就劈了這張圖 這張圖我覺得有點內格一點 他說什麼呢 因為2015年的時候 我們的遠哲爺爺爺說 做好事在交替 李遠哲說 不要相信50年後不在地球的人 那現在2020年 我們的李遠哲爺爺爺說 來劑在安全標準內 對健康影響不大 我剛剛去查了一下 李遠哲今年84歲 他這麼老了 那50年之後134歲 台灣目前最常受的人肉 我去查了117歲 那我們要不要相信他 我相信可以相信他 因為他應該有機會 達到這樣的程度 對 因為我們的壽命 可能會越來越長 是 但是我覺得 當然這是個開玩笑的東西 我們不能夠用這個去判斷 重點來了 重點是李遠哲說 這個是一個標準以下 那請問一下這個標準 是誰訂的 我們都很清楚 當年這個2012年 這個標準通過的事 是美國強力施壓去訂出來的 實際上世界大多數的國家 根本反對這件事情的 那所以他根本沒有經過正式的 國際公認的一個科學實驗 所以你根本沒有一個 真正的標準 那如果大家都要講標準的話 我跟大家講一個標準好不好 根據國際公認的真正標準 大麻裡頭的成分 那個四星大麻分 只要人體每公斤 你10微克以下 就絕對不會對人體 造成任何影響 那從今天開始 台灣政府要不要宣布 我們以後所有成品 食品都可以添加大麻 對 這是同樣的道理 我們既然要進大麻 就表示我們認為它有毒 萊克多巴胎也是有毒 而且它沒有經過真正的 嚴謹的科學實驗 我們認為它不應該進來 那至於這位NASA科學家 我順便提醒大家一下 他其實是發帕的會長 他是台獨 台獨協會的會長 那對 他是NASA科學家沒錯 可是他在NASA裡頭是管廚房的 他是管采買萊克多巴胎豬嗎 管市安的 你怎麼知道NASA到底有沒有 是萊克多巴胎豬呢 所以我覺得這些人講話 真的聽聽就好 不過我覺得現在政府 最大的問題就是 他告訴你的一些資訊 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我們其實我們寧願相信政府 我也想要相信政府 可是你給我們的資訊 有時候就是錯的 譬如說蘇院長一直告訴我們說 我們台灣豬肉要賣出去 就要讓國外的豬肉可以進來 這件事情是對的嗎 看起來好像不是這樣 又說如果我們標示萊克多巴胎 這就變成一個WTO 這些貿易協定的貿易障礙 這件事情其實也是錯的 並沒有這樣的說法 可是偏偏他們一再宣傳 一再做梗圖 一再講 民眾就相信了 很多人就說好 那我就忍痛 我就含恨吞下了吧 那可是這個東西夠吃嗎 我們台灣豬要出去夠吃嗎 大家知道現在我們台灣人 就是國人吃豬肉真的比較多 我們消費每一年平均 是90萬公噸的豬肉 我們現在的豬肉產值 是只有80萬公噸 先不要講說我們的質素好不好 我們合不合乎國際標準 我們自己吃都不夠了 要外銷這件事情 看起來應該還很久吧 我必須跟大家講 蘇貞昌故意用一種 詭辯的方式在告訴你說 台灣豬要賣出去 國外豬也要進來 台灣豬為什麼到今天 今年才可以賣出去 大家知不知道什麼原因 是因為口提議 台灣其實之前沒有口提議的時候 我們的豬本來一直都在 往國外外銷的 所以當時台灣的豬肉更少 所以很久很久很久以前 台灣一直都在跟國外進口豬肉 我們一直都在進口 因為我們的實力的產量就是不足 而且台灣也都特別愛吃豬肉 我更提醒大家 台灣其實不只有豬肉進口 我們豬內臟也一直都在進口 進口最大多是誰 就是美國 這個是一個很明確的事情 現在美國的豬內臟 我們以前是至少規定 他不可以含有萊克多巴胺 現在是可以了 我們這麼愛吃豬內臟 你確定他不會出事嗎 實際上 陳吉仲今天改口講一個什麼事情 他本來不是說 只要蓋台灣豬標章的 就100%絕對是台灣豬 現在變了 他現在說99% 對 他不敢說死了 是 理由很簡單 他告訴你的理由是說 99%很難檢查 我請教一下 你訂了一個99%的標準 這到底是真定還是假定 99%的檢驗方式是怎麼檢驗方式 你相關的測量是什麼 你訂出來沒有 都沒有 我再告訴大家 我們台灣人最愛吃的那個 豬腳 香腸 香腸那個腸衣 台灣根本不夠 因為我們全部的腸子 大部分都拿去直接吃了 大腸 對 所以我們那個腸衣 都要從國外進口 農委會告訴你說 它是從歐洲進口的 抱歉 今天我還聽到一位 民進黨的過去的前委員 李俊宇委員跟我講 他去查的資料是 我們大部分是從美國進口的 我們這個做成香腸的這個腸衣 都是美國進口的 是 我們一直說美國進口比較多 在這種情況下 未來你覺得他會用哪一種 所以我覺得政府你要進 沒有關係 你要做好真正嚴格的管理 然後要把實話告訴民眾 你不能每天都用騙的 我們不是被人家騙大的 尤其現在這個社會 這個隨便Google一下 或是隨便查一下資訊 其實都非常清楚 你是用騙的方式 這樣可以騙到什麼時候 再說 如果說明年這個萊豬要進來 那我們每一個人 我們每一個人 可能要消費非常多的萊豬 或者是說豬 養豬的產業 這麼巨大 可是好像我們的政府 就是隨隨便便的一個評估報道 就幾百字就打發了 怎麼可以這麼隨便 我覺得這真的是 很神奇的一件事情 風險評估 這是這麼重要的一個東西 尤其這是全國民眾的關注 因為豬肉 是我們最主要攝取的肉類之一 在這種情況下 你既然要進 你是不是要增加人民的信心 你要好好把整個風險評估 報道做出來 結果沒有 4頁 就4頁 340 裡頭關於風險評估 只有344個字 344個字 你寫那麼多幹嘛 你剛才寫7個字就好 相信政府 相信黨 不是解決了嗎 信我者等有生 不是解決了嗎 因為你這樣寫 跟我剛剛這樣講 有什麼不一樣 因為你根本就沒打算 做風險評估 因為我們正常風險評估 為什麼要去做 是我做了風險評估之後 再決定這個東西要不要進來 它剛好相反 我決定要進來 我再去做風險評估 那這個風險評估幹嘛 就騙人用了 不就是這樣的東西嗎 所以這個政府 已經吃了襯托鐵了心 就是要這樣進 你知道 鄭運鵬 我們的民進黨大黨編 他還說什麼 你們不要痠 事業又怎麼樣 我就算我們做了事事業 你們還不是一樣要痠 這到底是什麼心態 什麼態度 你們自己沒有好好去做事 大家記不記得前一陣子 餵不布 不是才八包 去做了一個 什麼花了九萬多塊錢 去找一個研究生 什麼之類的 去做了一個研究報告 就拿出來要搶射我們 這個關乎到我們 子孫健康的東西 你就這樣做 這個政府還值得信任 反正他們就是吃了襯托鐵了心 不過對我來講 我個人來講 我是覺得說 你的這個卓士經費 雙標雙得太嚴重了 包括過去 你可以看到 這是在2009年的一個資料畫面 當時在中間的這位是蔡總統 蔡主席 很年輕 那時候還娃娃臉 然後隔壁的是游錫坤院長 你現在說他現在老了就對了 沒有 大家都會老 游錫坤院長看起來很年輕 這個已經去做生了 大家站出來 每個人正臂疾呼 說絕對我們四十 要把這個萊牛給擋在外面 不可以有萊克多巴胺 這是一個毒藥 這是如何如何的恐怖 好 反欺騙 反豬賣 反毒牛 現在呢 現在說 豬肉還好 毒豬 我們講毒豬的話 或是媒體講毒豬 或是反對黨講毒豬說 你這樣是造謠 你這樣是歧視 怎麼會這樣 對 這個當然非常諷刺的 歷史畫面 我們製作單位把這個 這個畫面調出來 就一目瞭然了 其實這個就當初 最早之前在阿扁總統是 那時候我們擔心是狂牛症 後來是到萊豬 但現在萊牛 然後萊豬這樣子 所以剛剛賓哥講的 我非常的同意 就是這個 其實我覺得這樣看就是說 他對藍綠都是一個造謠境 我們大白話 基本上我們沒有偏藍或偏綠 我們很公平來講 譬如說在狂牛症跟萊牛 萊豬這樣的變化 你能說哪一個政黨 他這十幾年來 從阿扁總統算十幾年來 他通通都對 然後另外一個政黨 他十幾年來通通都錯 不可能 為什麼 因為他中間有政黨輪替過 所以他不可能全部都對 也不可能全部都錯 因為這個剛才講說 他1月1號就要開放了 他現在剩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國民黨還要再上街嗎 很多人猶豫 江啟臣還沒決定 你知道江啟臣 推諱的理由是什麼 我們來看民進黨的表現 你也好 民進黨表現有什麼好看的 你要不要上街管民進黨怎麼樣 他都還拿不定主意 國民黨有推個反萊豬的公投 理論上趙石仁雙 明年的8月要投票 可是要到後年的11月 才會有9合1的選舉 你也知道我們這個 三分鐘的熱度 今天公計明天就忘記了 這個萊豬的議題 能夠燒到2年後嗎 前子我實在是非常非常的懷疑 我覺得半年差不多 半年連公投都撐不到 你知道這個東西 因為其實民進黨有60幾% 70% 他是反對萊豬的 但是他並沒有顯現在 國民黨的這個支出 沒有反應在上面 然後整個媒體在控制 網路在控制 他這麼多綠色小蟑螂 在旁邊助攻 所以其實國民黨 他打大家對萊豬的疑慮 其實是被抵消的 是被分化的 是被拆散的 所以能撐到2年之後 我不太相信 這個可能是 這個民進黨他比較拖大 因為他再撐一下子 可能有新的新聞 新的議題 會蓋過去 就蓋過去了 蓋過去然後大家就算了 因為我們長久以來 對這種重大新聞的關注度 都不夠 沒有追到底 大家追一追 報紙都不寫了 媒體都不談了 然後就算了 萊豬會不會跟以前一樣 我們要明顯的觀察 是 我們媒體 真的要自我反省 有沒有追到底 會不會是3分鐘熱度 如果觀眾不看 我們也不再繼續往下追了 這樣子就會讓政府中間 有取巧的空間了 我們現在講的 剛剛說風險評估報告 只有344字 看起來就是糖色 為什麼 除了食品安全之外 還有另外我們的產業 該怎麼辦 養豬在台灣 是一個很大的產業 709億左右 很多人家裡在養豬 上中下游 這些人怎麼辦 因為現在還看不出來衝擊 都還不一定買 如果說進來之後 你越吃越多 以後可能佔一層 兩層 三層 四層 這不是不可能 那政府是不是有相關的配套措施 現在蘇政府 蘇院長 蘇內閣 在立法院被問到這件事 他說沒有 我跟你說 現在這個業者 豬肉的相關業者 養豬相關業者都挺我們 都挺我們 他舉的是什麼 舉的這個例子 據說是被打臉的 這個是性供食業 來 請這個輝聞告訴我們 他怎麼樣被打臉 好 其實因為這個蘇仁昌是 基本上是舊友的秩序 待會兒我們會提到 蔣萬安跟他的這個諮詢 他為什麼特別去點名這個業者 因為他之前他電蔣萬安 蔣萬安說 我有去跟豬農探訪 他當場他就電蔣萬安說 你去哪一家 蔣萬安又有點猶豫 因為講出來就被肉搜 所以蔣萬安沒有講說 我去哪一家 然後蘇仁昌開始臭屁了 我跟你說 你就是這樣 我說這個國民黨的中生委 因為他特別在立法院 直接點名到一些 我有去性供豬肉去參訪 然後這個老闆 還是國民黨的中常委 他還支持政府 結果一講不得了 馬上大家記者就跑去問 我特別表演中國時報 這個就是媒體的速度 速度就決定 我猜可能是換版 他採訪到這個老闆 他立刻把頭版給換了 非常好 這個老闆 其實這個真正的老闆 他現在人在大陸 然後他兒子是這一個 比較年輕的 一個是老老闆 一個是小老闆 對 就是朱仁昌去參訪的時候 其實朱仁昌那時候 他去參訪的時候 老闆在大陸打電話回來說 看他可以買嗎 他不想 他有這樣子講 對 他不想 他不想讓這麼 現在事情回去坐 他有跟他兒子講 我們先回來 剛才那張CG好不好 先回來剛剛那張CG 導播 他有跟他小朋友講 可以買嗎 但是退不掉 先說時間續 不好意思 打算一下 我跟你講 11月19號的時候 蘇院長這火童 我講火童 陳吉祥 一行人跑去視察 跑去屏東的信工食業公司參訪 屏東信工食業 在台灣應該算是 數一數二的肉品商 外銷 而且是有Quality好 他是有信用 有信用 因為他的肉是外銷到日本去 而且他是熟的 因為你知道我們之前有口提議 後來他們還是成功的突破了 這個品質管制各方面都很好 就是因為我們台灣的本土豬 然後加工之後銷到日本去 是OK的 那11月19號 蘇貞昌就跑去說 我們要來參訪 那老老闆在大陸做事業 暫時沒辦法回來 那小老闆來接待 大家就全部就拿他們的產品說 很好 有政府請放心 政府幫你打頭陣 我們的台灣豬非常好 外銷到外面去 非常好 非常好這樣子 然後昨天在立法院 蔣萬安說院長 我有去南部 看這些養豬戶 很多養豬戶告訴我 他們很擔心 他們非常擔心 明年1月1號 以後美豬進來 他們非常的憂心 他說哪一間 你去哪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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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跟他贏 這個蔣萬安的這部分 我們壓到最後壓軸再講 但是這個我必須講說 整個蘇貞昌他在回應的時候 他太過酷勢 我剛才過而已 把我們支持 支持什麼 因為前者你要看他前面 跟後面講什麼 前面他跟蔣萬安在吵什麼 在吵萊豬跟萊劑 他現在這樣一講 變成說我們的這個杏公豬肉 他是支持萊豬 支持萊劑的 這個完全不一樣 因為這個公司 他也立刻發了聲明 他叫人挖挖挖還得了 馬上會變成 就跟我們之前談的 某某牛肉麵一樣 問題不得了 他立刻發聲明說 我們沒有 我們支持的是政府 扶到我們業者豬肉的外銷 外銷我們當然是支持的 因為我們是優良的肉品廠商 但是跟萊豬萊牛 一點關係都沒有 今天下午國民黨中常會 這個董事長在大陸 也特別跟國民黨他們連線 講清楚說 我就很無辜 也有國民黨中常李德偉問他說 你怕不怕被查水表 結果他們中常會還在討論 水表已經被查了 其實這個兩年一次有消防檢驗 應該是兩年一次 就這麼巧 安檢 而且今天消防局屏東縣的消防局 就是查了信工 怎麼這麼巧 就是這個擔心的查水表 而且還不只這樣 側翼已經出來打了 不過你看 信工是不是會變成牛肉麵 就是皇家傳承牛肉麵的 第二個被打的業者 看起來已經有這樣的味道了 你必須講 他們先出來公開聲明說 沒有 我們沒有在為萊豬政策背書 我們其實是反對這個 我們的政府進口美豬進來的 對我們的產業是有傷的 我們支持的是政府輔導業者 把我們的肉出口到其他國家 或者是說我們一起對抗口提議 這個我們給政府肯定 可是我們自己也是 兢兢業業在做事情 我們並沒有幫政府背書說 進口萊豬這個政策 是我們支持的 這樣子不行 政府要你來 你怎麼可以不來 是不是 好不好 來 我們看這個 當然那個丁一米已經下台了 可是小編還是在 小編還是有繼續做梗圖 就講說這個蘇貞昌是被 因為蘇貞昌早上解釋說 這是個誤會 前次我真的 我平常講 我認為這是誤會 但是誤會是誰造成的 是你造成的 是你蘇貞昌造成的 你為了修理蔣萬安 你把你之前去參訪的 剛剛講的那個豬肉的公司說 你把蔣燈支持政府 他就說雞齊 雞齊 他們說我沒有在講萊豬 可是你之前跟蔣萬安吵的 都是萊豬 所以當蔣萬安 他為了保護豬農 他沒有講 因為蔣萬安他去屏東 那影片早就拍好了 你知道剪接上次什麼 他早就拍好了 而且還打馬賽克 對 他還扣在手上 他是質詢完之後 才把臉書PO上去 把他影片PO上去 所以當蘇貞昌早上 你不敢講 我講給你聽 我之前就去那邊參訪 然後這樣這樣 這個時候他就把業者扯下水了 然後大家又問說 這間國民黨的中宣委是老闆 然後他還支持萊豬 那還得了 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 那國民黨跟蔣萬安就倒了 可是事實是這樣嗎 不是 他們之前討論的是萊豬跟萊劑 所以當蘇貞昌講說 集齊建護的時候 我們當然想 這一家公司這麼大間的 剛才講說他外銷日本 優良的肉傷 他是不是真的支持萊豬跟萊劑 不是 所以蘇貞昌 這是你說得太快 你說不對 是你連累的業者